我现在又做了一个就是比较小一点尺寸的 这个直径的是20厘米的 小一点尺寸的墙挂 之前做的是26厘米的 尺寸大小不一挂在墙上才好看 这个尤其是这个款 这个迷你的这个曼陀罗 把它撑开 你看我现在已经把它绷紧了 撑开和放在桌上的效果是不太一样的 你也可以直接勾完了呢 就是放在桌上做餐店也可以 所以我觉得把它绷起来呢 挂在墙上好像更好看 还有一点呢就是你要用花色线 就是不同颜色的线来勾呢可能效果更好 我为了演示清楚就用了一个颜色的线 就是你每勾一圈你都可以用 就可以换其他颜色的线来勾 这个呢可能就比较好看 我用的这个针呢就是2.5毫米的 这个线啊就是这样的粗细的 差不多就行 大家好我们现在一起来勾这个作品 我这里有六个锁针 用第一个锁针的针目呢做引拔针 在这里呢这个圈里呢我们要勾长针 第一个长针勾三个锁针 然后再勾一个锁针作为空 要勾12个长针 这是第一个完成了 再勾11个 长针加一个锁针 完成了12组花样我们回来 现在第一圈我们就勾好了 勾完最后的一个长针 其实勾一个锁针 然后在第一个长针 我们勾了三个锁针 123 用地下数第三个锁针 作引拔针 这里呢还有一个锁针的空 现在我们开始勾第 二圈 我们要用这个一个锁针的空 所以做一个引拔针 移进来 这个地方呢你勾什么都可以 你想勾勾泡米花也行 我呢就勾一个泡芙针 先勾三个锁针 然后在这个空里呢勾一 四个未完成的 就四个长针的泡芙针 三 四 把它拉过来 然后勾三个锁针 然后勾三个锁针 好 第一个花就勾完了 下一个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四个长针的泡芙针 然后勾三个锁针 我们应该有十二个泡芙针 勾完了 回来 好 现在呢 第二圈我们勾完了 勾完了最后的三个锁针 我们用第一个 泡芙针的这个 针 我们做一个引拔针 我们开始勾第三圈 我们要用到这个三个锁针的空 所以做一个引拔针移进来 三个锁针作为第一个长针 在某一个三个锁针的空里勾五个长针 一二三四五 第一个勾了三个锁针 勾完这里呢 没有空格 然后呢 重复 在三个锁针空勾五个长针 现在第三圈我们勾完了 勾完了最后的这个长针呢 我用第一个长针 我们勾的是三个锁针 一二三 这个第三个锁针呢 我们用这个线圈 你看这每一个 针目不是有两个线圈吗 我们用这个 后面这个back loop 所以用这个线圈做一个引拔针 我们应该有六十个长针啊 现在开始勾第四圈 在这个back loop这 勾短针 我们用这个后面这个线圈呢 勾一个短针 下一个长针 线圈这儿勾一个短针 这不是一个组 一组有五个长针吗 第三个长针 这个我们空过它这个针目 然后呢 绕线四圈 我们勾四卷长针 前置的四卷长针 一二三四 然后找哪个呢 你看这不是第三个长针 对应的这两个泡芙针 之间的这个长针 在第一圈的这个长针 用这个长针 把它调起来 现在有六个线圈 一次 带过两个线圈 这是一次 两次 两次 三次 四次 五次 完成一个前置的四卷长针 然后这一组呢 不是五个长针吗 这个我们空过 还有两个 在每一个 针目用后面线圈 勾短针 好 这一组完成了 那这一组呢 还是有五个针目 一二三四五 就完成这一圈 还是有六十个针目 我们开始勾下一组 你就分清这五个长针 这样最好记 你看这是五个长针 是一组嘛 先把这前面的两个 完成短针 后面线圈勾短针 一二三四 绕线四圈 下面你就找这个 第三个长针在这呢 跟它一条线下来的 这两个泡芙针之间的 这个长针 找这个 五次完成 然后后面还有两个 短针 记着把它 用后面这个线圈 把这短针 完成两个短针 好 第二个花样就不好 重复一下吧 我们这应该是有 十二个花样 你这个地方愿意换成 换一个别的线也可以 我为了演示一下嘛 我就用相同的线了 你可以把它换成别的线 勾一下这一圈 现在第四圈 我们勾完了就是这样的 它的柱应该是十二个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十二 勾完了最后的这个四卷长针 这有两个短针我们勾完 然后在一开始 这有两个短针 我们用第一个短针的针目 两个线圈把它做一八针 这一圈就勾好了 现在开始勾第五圈 第五圈呢 我们是要用这个 你看我们不是用到 后面那个线圈 这不是有前面这个线圈吗 每一针 我们要用前面这个线圈 勾长针 所以第一个 第一个长针的前面这线圈在哪呢 在这呢 因为它接头啊 不是那么清楚 你就找一个 这个地方应该是 是吧 跟它平行的 应该这个第一个线圈那个 在这呢 跟咱们在一个水平线上的 好 我们用这个 勾什么呢 勾长针 边上这个都很清楚 就第一个不是那么清楚 这个长针我们怎么勾 我先勾 一个短针 然后勾两个锁针 完成第一个长针 然后用下一个 你看这个 前面这线圈不在这呢 勾长针 在这个四卷长针的这个线圈里呢 我们要勾两个长针 这样加了一个长针 然后下面啊 这个就比较清楚 我们用这个 每一个这个 前面这线圈 一二三四 对吧 这四个 短针的这个 每一个前面这线圈 调起来呢 勾长针 勾四个长针 这样 应该是 一组花样有六个长针 然后呢 在这个四卷长针的这个 用两个线圈勾两个长针 这样的话呢应该是 一组花样有六个长针 对吧 一二三四五六 应该有七十二个长针 把它完成 这个就很清楚 一二三四 这四个 前面这线圈勾长针 这地方勾两个长针 现在第五圈我们勾完了 勾完了最后的这两个长针 那一开始我们这个 用这个前面线圈勾了两个嘛 第一个我们勾的是短针 加两个锁针 用第二个锁针 这回呢 还是用后面这个线圈 做引发针 因为在第六圈呢 我们要用后面这线圈 勾短针 一个锁针 用第一个这个 后面这线圈呢 勾一个短针 下面这个长针的 后面这个线圈 勾一个短针 完成两个短针了 然后这两个长针呢 我们先空过 不用 我们用这个柱 勾 绕线两圈 勾三个 前置的 长长针 用这柱 比较好勾 比较好勾 特别清楚 好 这里勾了三个 然后呢 这边呢 在这个柱之前 这不是还有四个长针吗 用每一个长针的后面的这线圈勾 短针 完成四个短针 那这一圈呢 就是四个短针加三个前置的长长针 一个花样有七个线圈 又加了一个 那就是说有八十四个 一个花样有七个针目 那就是说有八十四个针目 你看我们勾完了这四个短针 用长针 后面线圈勾四个短针 然后下面是这个柱 这两个长针 从这儿来的这两个长针 先空过 绕线两圈 用这个柱 勾三个前置的 长长针 然后就依次完成四个短针 然后再勾这个 然后把这个花样完成 现在第六圈我们勾完了 勾完了最后 这个短针 我们用第一个短针 这个 两个线圈 坐影拔针 我们开始勾 第七圈 第七圈呢 我们要用这个再开始 这地方不是那么清楚 你看这个地方 有四个前面的线圈 对吧 勾完这三个 一二三四 用这四个线圈勾长针 同时呢 要用这个两个长针 我们勾这个的时候 不是空过了两个长针吗 在后面 这两个长针的线圈呢 它不是那么清楚 在这儿 用这两个长针的 后面的这个线圈 勾两个长针 这样一组是六个长针 好 第一个呢 因为我们因为这个地方 接头嘛 它不是那么清楚 第一个这个 线圈在这儿 我们找一下 你就随便找一个吧 在这儿 我们这个呢 要勾长针 还是跟前面一样 我们呢 先用这个线圈 勾一个短针 太紧了 这第一个线圈 sorry 勾一个短针 然后呢 勾两个锁针 所以第一个长针完成了 第二个就比较清楚了 用前面这个线圈 勾 一个 长针 这样完成两个长针 然后这个三个 前置长长针 后面不是我们 空过了两个长针吗 先把它找出来 这两个长针 这个花样 确实是比较复杂 弄的 好 这是那两个长针 用它的后面这个线圈 勾一个长针 其实前面后面 我觉得意义不是太大 反正它在后面 你也看不见 也实在是困难 你就找 用两个线圈 勾一下这长针 好 然后 这个地方就好勾了 一二三四 四个 前面的这个线圈的勾 四个长针 所以一个花样里面有六个长针 所以一个花样里面有六个长针 这一圈应该是有 七十二个 然后就重复就可以了 好勾四个 前面这线圈的长针勾了四个 后面线圈的长针勾了两个 这样六个 一个花样就完成了 然后继续在这个后面 你看这两个长针 这不是两个长针的线圈是好找的 找着它能按理说你可以 你要找着这两个线圈了 它这个后面的线圈也能看清楚 用它后面这线圈勾 长针 勾两个长针 然后这个四个前面的线圈勾四个长针 所以呢 是七十二个长针 好 现在第七圈呢 我们勾到结尾了 勾完了这两个长针 后面 后面线圈的长针 然后这个地方还有两个长针呢 是用前面线圈勾的 这个也是 这是一个线圈 勾两个长针 这是一个 所以这边 有四个长针 然后用第一个长针呢 我们勾的是短针加两个索针 零八针 第七圈 勾完了是这样的 现在开始勾第八圈 我们要用这个空 就是这个地方不是有四个长针吗 在第二第三之间的这个空 所以我们在这里做一个引拔针 把它稍微往右边移一下 在这个空里呢 勾短针 先勾一个锁针 然后用这个空 勾一个短针 勾完短针呢 勾三个锁针 我们啊 把这三个柱核并绕线两圈 勾三个前置长长针的团针 三个柱核合起来 你可以换线 每勾一圈你都可以换线 换那个颜色 我是为了演示清楚呢 我就不换线了 用一个颜色演示 这样我们有四个线圈拉过 团针完成了 然后三个锁针 这一圈就简单了 到后面都简单了 就没有难的了 这不是四个长针吗 一二 第二个和第三个之间的空 勾一个短针 三个锁针 然后勾团针 把这三个柱 勾完这个团针 三个锁针 你就完成就行了 一个花样有两个三个锁针的空 我们现在第八圈我们勾完了 勾完了最后的三个锁针 用第一个短针 针目做引拔针 我们开始勾第九圈 在三个锁针的空里勾短针 引拔针移进来 一个锁针 勾三个短针 每一个三个锁针的空里 都是勾三个短针 在这个团针的针目里勾一个短针 这边这个 三个短针 勾完这个短针 我们要勾五卷长针 这个长针通到哪呢 通到这儿 你看正对着这个 泡芙针 一二三四五 绕线五次 然后用这个泡芙针的这个柱 把它勾过来 好 现在我们应该有多少个弦圈啊 一二三四五六七 一次 两次 三次 四次 五次 六次 完成一个五卷长针 然后继续 三个锁针的空里勾 三个短针 团针 勾一个短针 也就是说我们完成一个五卷长针 要勾七个短针 一二三四五六七 然后勾完了这个三个短针 那就是说我们完成了这以后勾完这七个短针呢 好 完成了这个勾完七个短针 我们又开始勾这个 用这个泡芙针的柱 绕线一二三四五圈 用这个泡芙针的柱 把它挑过来 有七个线圈 小六次 完成 然后你继续重复吧 三个短针 一个短针 三个短针 然后完成这个 现在第九签我们勾到结尾了 勾完了这三个 勾到这有七个锁针 不要忘了这还有一个 你看一下一开始我们有一个 这不是三个锁针一起吗 我们要把这个一起挑 绕线五圈 把这个 一开始是三个锁针 把它一起挑起来 完成这个五卷长针 然后用第一个锁针 做一把针 这一圈就勾好了 我们开始勾第十圈 马上就完了 还有两圈 我们要用这个刚做好的 这个五卷长针的这个 针目 所以做一个引拔针 往右走 我们要勾这个 泡芙针 所以先勾 三个锁针 然后用这个 针目 勾 再勾三个就可以了 因为第一个我们已经勾过了 你勾四个也行 这地方 然后把它 拉过来 第一个泡芙针就勾完了 然后勾五个锁针 在这个 团针的这个 短针上呢 再勾一个 短针 五个锁针 好 这画就完成了 很简单 然后用这个 刚五卷长针的这个 针目勾 四个长针的泡芙针 再一次拉过 五个锁针 这个地方 团针的这个 短针 从团针来的这个 短针呢 针目勾 短针 五个锁针 这样我们应该有 十二个五个锁针的空 完成 现在第十圈 我们勾完了 勾完最后的五个锁针 用第一个泡芙针的 这个针目 做引拔针 我们开始勾第十一圈 最后一圈了 泡芙针的这个 针目呢 勾一个短针 然后勾 三个或者四个短针 你自己看 我勾三 三个和四个锁针 sorry 你自己看 我觉得勾三个锁针 就可以了 然后用这个短针 这两个针目 做一个引拔针 五个锁针的空钩 五个短针 然后这个团针嘛 团针的这个柱 我们勾两个未完成的前置的长针 这是一个 我们在这个上再勾一个团针 两个前置长针的团针 这里有三个线针 把它拉过来 好 这个团针就勾好了 然后呢 在这个空里呢 勾五个 短针 好 这一个花样就完成了 你看 你看我们要是想把它挂上墙呢 就用这个三个锁针的空 穿上线把它 带起来 好 那你重复就可以了 我们再勾一个这个 在这个 泡芙针的这个针目里 勾一个短针 三个或者四个锁针 底部两个线圈勾引拔针 五个锁针的空里呢 勾五个短针 然后这个 团针的柱 勾两个未完成的前置长针 把它挑一下 然后完成五个短针 这花样就完成了 好 把它勾完 勾完我们回来看一下 这个 要是想把它放在墙上的话 是什么效果 把这个 三个锁针的空这个地方 用线给它带过来 弄一段线 一共有十二个 这种这么长的线 穿过来 然后绑在这个圈上 先绑活扣 你要调整一下嘛 这是绑过以后 你看把它给撑一下 用大一点的圈 把它撑开以后的效果 和那个直接放在桌上的效果呢 好像是有一点不一样的 然后你把它调整一下 然后把这些 线头都给剪断 这就完成了一个墙挂 所以你勾这个呢 既可以做桌垫 做杯垫 盘垫 又可以做墙挂 就是这样的 这个长度呢 你看我这个 圈的 我们这个作品的长度呢 就是只有20 加上这个圈呢 现在是25 尽量用大一点的圈 把它就这样 它有一个长度 你把它给撑开 这样撑开呢 它就比较好看 感谢收看 下次再见